歸商業 文化跟商業不適合並為一談 因為他們的價值是不同的 第二點就是我們希望文化局能夠廣辦公民參與的論壇 好好地來深入地討論文化資產各個議題的面向 第三個 我們希望新的市長要盡快地召開 與現在我們非常積極在運作整合的文資團體 召開聯席會議 對從市長的高度攜帶各個局處 對各個文資議題 守護團體 詳加了解並且一一的表態 你到底是要保存還是你要開發 第四個是在柯P的一個新政當中 有一個非常重要而且關鍵性的一個支票 就是他要在 他預計他的八年的任內要在五萬間的社宅 那這個文明的社宅 他目的是為了解決一般市民居住 房價高漲居住的問題 但是呢 是不是因為這樣 他並行使反而剝奪了台北市民的對於空間需求的權利 而且加速了文化資產的面施 文化資產呢 是歷史的脈絡的累積 是我們先人留給我們的資產 但是曾幾何時 我們現在所有的文化資產的委員 他們的態度 都是要要求這些文化資產 這些古蹟自己要養活自己 如果這些古蹟 這些文化資產沒有辦法養活自己 那就給他拆掉 那就讓他去被財團開發拿去獲利 這是我們面對文化資產的態度嗎 一般市民財團這樣想還好 但是連我們的文化資產的委員 審議委員當中的人 也都是大有抱這樣子的態度的委員 我們非常質疑他們是否 是認為文化資產的委員 或者他們應該去做商業開發局的委員 柯P新政這個八年的五萬戶的支票 他為了搶快 他為了要便宜行事 讓他很容易把這個五萬戶的設施蓋起來 所以他有空地就搶 有空地就搶 很不幸的 這些空地現在不是 我們市民所養享有的 希望他變成生態的環境的 他就是很古老的房子在上面 那拆掉以後呢 拿做社會住宅的這個大帽子 把所有文化資產跟生態空間壓的 闖功過起來 沒有存活的空間 我們嚴重的 也強烈的 要求柯P你應該要把現在台北市那麼多的空屋 魚屋拿出來解決社宅的問題 而不是在所有你拿得到的 踩得到的看得到的空地上面 你就一座一座的去把它蓋起來 蓋出來這些龐然的水泥大物 他不光是造成了我們更大的社會空間交通 下水道各種的問題 他完全沒有解決我們社宅的問題 因為他還是會非常的昂貴 我們要求這個社宅 請都發局各個局處好好的思考 怎麼樣用空屋漁屋去解決社宅 而不是去新蓋 那麼以北京建設來說呢 之前的那個局長呢 他的開發引進了很多的餐廳 現在的局長呢 他適度的擋下來 所以這一點我們是要肯定 但是呢 我們因為有一部很爛的文化法 文化資產法 像一個花瓶一樣 擱在那邊沒有管它沒有人理它 因此就像前面 北廠一樣其他的團體一樣 你已經成為古蹟的 你還是會被解編 你已經被認定的 你還是會被改掉 所以我們必須不斷的不斷的 一直在這邊抗爭 一直在這邊保存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文化資產法 那麼 我們在甚至也都 美軍建設也都寫了保存護護計畫 但是沒有人去執行 沒有人去落實 所以整個美軍建設現況 是接近崩盤 所有的大塊的區塊 通通被財團進駐 上市公司 港資 陸資 通通進入美軍建設了 那這個也不是文化局的問題 這個台影也束手無策 這個是我們整體的法規的問題 那我希望這件事情呢 在柯平跟我們面對文化資產 守護團體的時候 要拿出來好好的討論 最後一點 就是我們希望建立一個正式的文化局或台北市政府 用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 取得我們這些民間文資守護團體 所做的深入的田野調查的資料 如果你們要引用請正式的向各個文資守護團體去取得 這些資料的使用權 而且我們所深入研究的這些資料 每一每都是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他們也要聽取的意見 以及他們所想要得到的資料 所以我希望能夠雙方 文化資產的守護團體 跟文化局台北市政府的各局處 能夠建立一個合法合理資料取得 或互相交換的一個機制 而不是說就從網路上 或從我們的手中把資料取得去以後 然後呢 叫我們去解說 叫我們去引導 然後呢 把這些取得的資料呢 用作你們其他的用途 這個是對我們來說是平和以堪 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顧慮 文化局長呢 你可以站過來跟我們並肩作戰 我們知道 現任的文化局長 其實他被綁手綁腳 他有非常多的掛礙 他在內部可能也不被認同 那這是一個大好的時機 讓文化局跟所有的文化資產 守護的團體能夠站在一起 整合起來 並肩作戰 我們打一場漂漂亮亮的文化資產保存戰 期盼 期盼你局長能夠做一個 有史以來最盛局的文化局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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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